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极力避免与美苏开战 不参加三国同盟 就算二战兆塔 日本也不会是战败国 那么现在的日本就将占领包括朝鲜台湾东北在内的广大领土 大清油田和东北丰富的矿产将为日本帝国的战争机器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失去了核心工业基地被锁死在第一岛链之内的中国 再无工业化的可能 将彻底沦为日本廉价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永无翻身之日 但是好在这一切都只是假设 因为日本之后的一系列作死行为 把自己带上了一条不归路 八红一语的亚洲帝国迷梦 在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中彻底幻灭 也让日本输掉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所有的侵略成果 成为如今美国身边俯首听命的耿耿中全 那么每当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 真是要感叹天佑中华 那么现在的我们当然可以视乎朱格亮 从结果出发推到日本世外的原因 但是如果从当时日本决策者的角度来看 站在决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的十字路口 为什么没有走十元万二这样 在他们看来客观上的最优解呢 那么这期节目当然不是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洗白 但作为同属东亚文化圈的后现代国家 那么日本在崛起和发展的过程中 它的经验和得失 同样可以作为我们的镜子和鞭子 看看在内外危机面前 民众是如何在山呼海啸的万岁身中失去理智 放弃思考 被极端民族主义绑架 最终反噬政府 最终集体滚进万劫不负的深渊 那么近代日本的一切问题 当然要从明治维新说起 1853年的黑船叩关 打破了东亚导播百年的闭关锁骨 那么外部的压力转变为国家内部变革的动力 在求知识与世界的维新纲领的指导下 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图强 那么我们早就在中学历史课本上 学过了明治维新的主要那种 职产新业 文明开化 富国强力 那么从事实来看 那么前一个是手段 那么后两者是结果和目标 如果从底层逻辑推导 站在当时明治政府的角度 在列强还死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如何把贫穷落后了日本 在最短时间内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呢 那么欧美列强的资本原始积累 是花费上百年 主要是建立在对殖民地人民残酷剥削的基础上的 那么彼时的日本 它的开局不可能有这个条件 那么唯一的办法 就是用内部积累的方式剥削本国人民 由于此前的日本 从未真正实现过国家的统一 那么藩伐各据 目复将军 是相当于春秋五霸一样的存在 所以在完成岛墓战争后 新政府先后通过板击凤环和费帆制限 剥夺了世袭大明对地方的控制权 就藩伐前去东京享受国家俸禄 从而在日本完成了周勤之变 实现了中央集权和国家动员能力上的真正统一 统一就为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提供了条件 那么接下来的地税改革就是为了从农民身上 榨取日本工业化的低统金 明治政府起初的这个裁员 依然是沿用了幕府时代 向农民征收食物帝都的方式 就是大力 但是因为这个自然因素的风险变化 它不利于建立稳定的裁员 所以在1873年 政府就开始了地税改革 废除土地买卖禁令 在全国张良土地颁布地契 地税由土地所有者以货币形式按固定地价的3%较大 逢年不增 欠年也不减 另外在征收1%的附加税作为地方税 那么这笔钱 占到了当时日本自耕农货币收入的34% 高额的地税 迫使许多自耕农不得不卖掉土地成为电农 在1884年到1888年 对日本十六县的统计当中 那么电农从明治初年的100万户增加到了200万户 那么电农要向地主缴纳收获量68%的实物地组 所以农村它的两极分化就很严重 那么寄生地主制得以确认和发展 那么挣打在死亡现场的电农 普遗生计又不得不进入工厂做工 那么40年的民治维新 那么超过700万的农村人口 以每年17万人的速度流入城市 成为日本工业化的廉价劳动力 和只值一千五里征兵明信片的军国主义炮灰 那么到了1875年 那么地水收入占到了日本政府财政的80% 成为职产新业的主要资金来源 那么日本的快速工业化 同样是建立在对工农的残酷剥削之上的 日本工人的工资之低 是当时世界罕见的 以纺织女工为例 那么日本女工的最高工资 只有英国女工最低工资的十分之一 那么工厂中还大量使用童工和女工 这个工作时间长达15小时以上 为了防止工人逃跑 有的资本家甚至于把女工宿舍的门从外边锁上 以至于造成了发生火灾 这个女工都被火火烧死的这个惨剧 那么当时流行的歌谣 经理太太的红织衫 原是纺织女工的血泪衫 这个非常形象的反映了日本底层工农 遭受的残酷剥削 与地税改革同时进行的是 封建封路制度的改革 目的就是把此前的中间实力阶层统统干掉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以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那么武士和大明是旧时代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 作为废一帆至先的交换 到了1874年 明治政府依然要付出其财政支出的36% 作为各级武士的俸禄和补贴金 从1869年到1876年 那么政府逐步削减 将武士的货币俸禄从现金支付改为发行公债 一次付给政府分30年还金 那么超过30万的封建武士接受了奉路债券 但绝大多数底层武士由于生活所迫 不得不将很少的公债抵押给高利贷 小部分人成为了小商业者 军警和教师 更多没有生计能力的武士 在花光仅有的积蓄后 沦为劳动市场上代价而沽的视频者 那么这种泄沫杀流的做法 自然引起武士的不满 但是最后的武士也在西南战争中被政府的枪炮完全消灭 其实底层武士只拿到了发行公债的一小部分 那么大部分高额公债都集中在少数皇族和华族手中 政府则积极引导他们投资银行和工商业 1876年 政府发布了国立银行条例 允许与公债投资银行 那么超过500名的皇族和华族将手中93%的公债 转化为银行资本成为之后职产兴业的重要资金来源 以公债为杠杆 明治政府不仅通过赎买将武士转变为劳动力 而且以经济手段将少数皇族和华族转化为银行家企业家和政治官僚 那么依靠剥削广大下层人民所积累的资金 日本就开始了拿来主义的职产兴业计划 那么政府直接从西方拿来了法国式的骚斯厂 德国式的矿山野链厂和英国式的军工厂 同时不吸血本聘请大量外国技师 当时一个外籍专家的月薪足足是明治政府高官的三倍多 那么这样的做法当然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 那么当政府把企业经营的有所起色的时候 在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个人 那么从1874年到1896年 明治政府共向民间出售了23个工矿企业和3个农牧企业 大部分企业售价极低 而且是长期无息分期付款 基本等于白宋 而出售的对象都是幕府时代 就享有封建特权的高利贷资本家 相当于使用国家政权 把榨取下层人民血汗建立的国有资本 转化为了私人资本 培养了一批近代财阀和垄断资本 那么这个可以参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寡头的形成 那么旧时代的权贵摇身一变 变成为资本家 这个阶级家伙从未消失 但是这样的做法 无疑将导致本就存在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1881年政府以不到投资三十分之一的价格 将北海道的官产出售给个人 那么这一行为 使得民众对官商勾集的行为 极度不满几乎酿成的暴动 那么70到80年代 日本全国各地掀起了以开设国会减少地税 修改不平等条约为主的自由民权运动 虽然政府成功的镇压了 但是尖锐的社会矛盾急需一个出口 那么此时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改革者 却一个看似巧妙 实则后患无穷的办法 成功化解了危机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 但表面是在保护民权的宪法中 却也有加入了确立天皇绝对权利的条款 那么第一条就是 日本由万事一系之天皇统治 天皇及国家大权于一身 那么这样我政府的一切政策都是来自于天皇的指示 而等庶民岂敢造词 怪怪物欲尽手等着被剥削 那么这部很矛盾的宪法 它的核心就是借助日本传统中对天皇的无限崇拜 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以及由少数军阀官僚贵族实行的专制 我个人认为这差不多也就是政教合一了 毕竟天皇在日本民间的形象就是神明 而这个矛盾宪法的另一个附带伤害 就是军队不受控制 宪法规定天皇总南海陆军统帅权 参谋本部长官有帷幄上奏之权 那么这个参谋本部是直属天皇的长兵调兵机构 军队的统帅权独立于内阁 政府无权干涉 只有真兵和养兵的义务 而且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 军方可以通过推荐大臣入阁或辞职的方式来决定内阁的存费 那么至此以参谋本部陆军参谋部和海军军令部为核心 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部势力形成了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天皇虽然名义上拥有统军权 但是军队的实际控制力依然掌握在旧藩法势力手中 比如此前在岛墓战争中出力最多的西南四强范 长州范把控陆军 萨摩范掌控海军 而之所以在名义上规定天皇统军 更多的是在没有类似幕府将军这样的强权压制的情况下 以天皇为最大公约术达成妥协 否则也不会发生后来日本要投降 军队的死营分子还要冲入皇宫抢夺天皇露营的事 那么上面这些内容虽然比较平 叙述起来也有点无聊 但是你只有从底层逻辑了解了当时日本的社会结构 才会明白接下来日本暴走的必然性 广大受尽剥削 对现实不满的第一层群众脑满肠肥的垄断资本家 再加上不可控的军队 在内外压力的作用下究竟会产生怎样畸形的怪物呢 靠着甲午日俄两场战争掠夺的资源 日本加速完成了产业革命 并建立起了垄断资本 日俄战争后十年 日本的生铁产量从6.8万吨增加到30.2万吨 钢材产量从6万吨增加到28.3万吨 并且可以独立制造万吨级的军舰 后来横行太平洋的联合舰队由此开始发展壮大 与产业革命同时进行的是垄断资本的形成 到20世纪初 三菱 三井 安田 驻有四大财阀 和谷河 色泽 大桑 浅业等一批二等财阀 垄断了日本75%的工商业 垄断财阀不仅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并且勾结军政要人直接左右政权 这也是后来日本政党政治兴起的一个基础 而紧接着爆发的一战 日本虽然是挂民参战 却收益丰厚 趁着欧美列强无暇东部 加紧侵略中国扩展贸易 在此期间 日本的工业产值翻了四倍 并且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 黄金储备增加到18亿日元 被日本兴奋的称为天有良机 但是日本的体制并没有变 所以这些红利只是养肥的资本家 财阀和部分中产阶级 在当时日本的社会结构下 必然会导致饮者通吃的局面 底层屌丝生活依然很困苦 上战场当炮灰的是他们 磕间杂碎也是他们 全国一半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上 70%的农民没有一点土地 无论封建都要向地主缴纳高额的地租 城市工厂依然保留着食物工资 和以劳偿债的剥削制度 此时不断累积的社会矛盾 只需要一个小火星就能点燃 1918年爆发的米骚洞 是日本第一次全国性的大暴动 那么事情的起 是十月革命后 日本宣布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 军队大肆收购军粮 导致粮价暴涨 大批奸商又趁机囤级居棋 谋取暴力 以富山县妇女抗议米架为导火索 在两个月内席卷日本四分之三的地区 超过一千万人卷入了斗争 那么在此背景下 1918年9月 有平民宰相之称的原境上台阻隔 日本由此开始了 被称为大政民权运动的政党政治时代 1920年 日本爆发持续性的经济危机 农产品价格暴跌50% 资本家则以降薪和解雇的方式 转扬矛盾 为了收拾乱局 原境内阁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 比如出台米股法 限制米架 向企业和银行拨款救济 这些措施虽然本意还是保护地主和垄断财阀的利益 但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毕竟节责而鱼的下场是双输 在对外方面 为了缓解华盛顿会议后 日本在远东的孤立局面 原境的继承者高桥世青 顺应裁军思潮和国内的民权运动 通过了陆军裁军建议案 扩大选举权修正案和健康保险法案等 并且在外交上与英美缓和抑制军部的专制作风 那么此时的日本 看起来是有机会走上一条正常国家之路的 那么后来的极端与暴走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历史的讽刺往往就体验在这里 很多理性的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政策 往往需要长时间的运行才能显示出价值 但是在重大危机面前 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走解禁 即使这种选择后患无穷 也就是说 面对社会矛盾 那些脑子还算正常的日本政治家 提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 而另一伙人则是你有你的打算 但我另有打算 这就是与民主政治同时兴起的 日本民间极端法西斯思想 他的典型代表就是北一辉 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创造者 底层出生的这个北一辉 他非常了解民间疾苦 上学时刻苦读书 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命运 但是因为父亲投资失败 家境一落千丈 再加上自身有眼疾 最后被迫退学 此后北一辉通过自学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 其实类似北一辉这种出身底层 有一定知识基础 遭受社会毒打对现实不满的人 往往自视甚高 在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 由于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政治经济教育 其主张往往浅薄幼稚 政治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 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玩赚的 比如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那么核心思想就两条 第一 用杀富济贫的办法来解决贫负差距 第二 为日本的侵略扩张 披上合理合法的外衣 比如他里边提出 每个家庭私有财产 限额100万元 超出部分一律上缴国家 否则就出于死刑 私人资产限额1000万元 超过部分上缴充实国库 这种明显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绝对平均主义 我们现在来看 当然是行不通的 但是对于不了解经济运行规律的普通大众来说 却极具欺骗性和煽动性 那么北一辉思想的兴起 和当时日本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 贫富差距日益严重 大批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年轻人 找不到好的工作 除了愤怒一无所有 对社会嫉妒苦闷看不到希望 发展的红利 只是养肥的资本家和财法 那么这些人就成了北一辉比较尖锐批判的对象 被塑造成日本年轻人痛苦的罪魁祸首 比如当时北一辉追求者的战歌 这个昭和维新的新日本青年歌 就是这样唱的 全门傲慢 忧国成无 财阀夸富 涉及无私 北一辉他主张征讨坚肃 为年轻人寻找出路 极力迎合了当时日本年轻一代 对上流财阀的仇视行李 在社会下层广泛传播 此时呢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 这个援禁的方案呢 有用 但是见效慢 而且呢 他们还掌权 北一辉的方案很扯淡 只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好 马上见效啊 但北一辉和他的信众啊 又没有实权 怎么办呢 靠宣传慢慢来吧 等不及了 直接动手 用极端手段 杀父激贫 比如1920年9月 深受北一辉思想影响的日本青年 朝日平武冒充律师 刺杀了当时四大财阀之一的 安田善次郎 他在遗书中这样写 肩负安田善次郎 虽饥俱负 却不尽富豪责任 无视国家社会 因而家以天诛 以为事之谨事 而其罪魁祸首 乃现在之元老也 正之家也 华族也 大官显贵也 朝日平武的主张 在社会下层极具代表性 即使在依法被判处死刑后 很多中下层民众 依然对其表示同情 上千人参加他的葬礼 仇富思想的盛行 源于社会分配的巨大不公 此时 法西斯主义者 打出打击资本严惩贪污的旗号 急易获得下层民东的支持 紧接着 在同年11月 受到朝日平武鼓舞的 19岁七年 中港更衣 在东京火车站 刺杀了时任日本首相的元晋 甚至官方 在其判决书上还这样写 如能拼死杀害首相 即可推翻元内阁 从恶政中拯救国民 并且将朝日平武 称为壮士 在下层民间大肆传播的同时 北一辉的思想 也很快传入了社会上 最强有力的一支力量 不可控的军队 以北一辉的德艺门生 西田锐为媒介 军队中一大批下层青年军官 很快就成了忠实的追随者 这些人往往具备极其相似的成长经历 普通家庭出身的小赠坐提架 通过层层考试进入军队 怀着了对自身未来的高预期 一头撞上了残酷的现实 很矛盾 比如驻达在东京的第一师团的青年军官 他们就经常对暴涨的房价进行激烈吐槽 弥漫着深知无望的灰暗情绪 这个被高度格式化的人群 极其容易相互传染 快速蔓延 形成团体 他们幻想爱民如子的天皇 拯救劳苦民众 张口闭口 皇国皇道 认为现实的矛盾 都是因为天皇被奸臣蒙地 他们打着中京爱国的旗号 要亲军策 建立他们说了算的法西斯军事独裁 表面卫国实则卫己 所以各种军队中的法西斯组织 就像雨后春春一般的冒了出来 比如什么一席会 天剑党 王室会 而这批下层军官 就构成了后来所谓的 黄道派和226兵变的基础 这些思想极端 手中掌握武力的下层军人 此后用一系列恐怖活动 彻底把日本带入了疯狂 毕竟杀人这种活 军人干起来 比贫头百姓可专业多了 到了1929年 大萧条沉重打击的日本经济 随后的918事变 又导致日本和西方的关系急促恶化 这些催化剂 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化的步伐 1932年2月 以尊皇讨奸 背叛国家为名 杀害前大藏大臣 锦上准之助 1932年5月 又以相同的理由 杀害了首相权养一 原因是因为权养一 不支持军部建立 伟满洲国 被视为国贼 而这些行冲者 不但没有受到严惩 反而他们在法庭上 还怒斥政府的软弱外交 更有胜者 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有多达350万封的民众请愿信 被寄到法庭 纷纷要求对暴徒减刑 那么最终爆发的226兵变 虽然表面上来看 黄道派是最终被统治派镇压了 但两派的主张 本质上并没有区别 黄道派发动政变时 所积极追求的目标 军部独裁 国家法西斯化 最后全部都得到了实行 那这里好像漏掉了财阀 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干嘛呢 财阀嘛 当然是既不喜欢杀富 也不愿意计贫 但是民间这股狂潮 又不是单靠镇压就能平息的 所以他们的选择 就是和军部河流 大力不吹 对外侵略 底层的吊丝们 你们不是想翻身发财 实现人身逆袭吗 别来搞我啊 去参军打仗吧 去当开拓团吧 去侵略南洋吧 那里有大片的土地和资源 足以让你们当上人上人啊 那么现实当中 日本通过侵略中国东北 确实让日本国内的 实地农民下岗工人 落魄文人 找到了就业机会 他们以开拓团 占领金的身份 在另一片土地上 从被压迫者 变成了压迫者 况且 看上去中国又很弱很好的 米英贵畜 还贪身怕死 皇军一打就赢 不用付出什么代价 何乐而不为呢 同时财阀 也顺便实现了扩张 又发了一笔 那么至此 通过对外扩张 转嫁矛盾 就成了日本上下各阶级的共识 在法西斯思想 和极端民主主义的加持下 对外侵略扩张的气焰高涨 舆论环境 欲加极端 已经容不得一点反对的声音了 最后一点理智 也在全民珊瑚海啸的万岁身中 被丢进了垃圾桶 刹车机制被完全摧毁 报纸全在力挺黄军 电影都在吹捧肉弹精神 思想家在竭力论证 日本优越 下层屌丝 更是迅速进入了狂热状态 战后的八十年代 朝日新闻 征集日本人关于二战的回忆 得到了很多这样的回答 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 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的 对上面做出的决定 不抱怀疑 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 农村凋敝 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 有很多殖民地 包围圈等国际的压力 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辱 而五内如沸 不管是谁 都自然而然的认为 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为了我国的安定 必须绝对保证 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 如与英美妥协 等于将我国的未来 听任他们的安排 而敢于发声的反对者 一律打成思想犯和非国民 当成异类青虫 朝日新闻在1936年 就因为发表了反战言论 而被暴徒砸毁了办公室 批评政府和军队的记者 被逮捕丢进监狱 作家小林多喜二 被警察逮捕后 用酷刑折磨了三个小时 当天就被活活打死了 更有胜者 哪怕只是说出了一点 暂缓勤力的言论 也是同样待遇 比如我们都认为是 死硬的法西斯分子 山本五十六 他有多年驻美武官的经历 非常清楚美日间实力的绝对差距 所以他反对同德国结盟 以避免激化美国 但是却被更极端的法西斯分子 直接打成日监 最后只能长期住在军舰上躲避 甚至家里边还准备了机关枪 以防刺伤 对此山本表示 老子这想侵虑的谨慎一点 居然就成了卖国贼 所以接下来的一切 就已经无可避免了 日本陆军率先暴走 由下层军官挑起的中日冲突 迅速升级为全面战争 然而此时民族觉醒的中国 已经不是一盘散沙的大清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使日本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台 为了获得足够的资源 维持战争机体运转 只有夺取东南亚丰富的橡胶石油资源 为此又只能和另一个强调到 无法战胜的对手 正面硬刚 解决一个麻烦的办法 就是制造更大的麻烦 偷袭珍珠港 让日本走上了和美国全面战争的 无解死局 马尼亚那烈火机大赛 在日本国内的宣传中 愣是成了击沉美国11艘航母 两艘战略舰 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愣头愤青 无论是塞班岛上的玉碎冲锋 还是冲绳的神风特工 不过是愚中赋死的笑评 最终 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 东京上空的坟墨天火 广岛长起跳两颗原子弹 彻底终结了日本称霸世界的迷梦 妄图通过武力欺压和奴役其他民族 来转嫁矛盾 损人非己 你们做出了这个决定 你们亲手发动了战争 就得自己咽下苦果 所有人都来尝尝他的恐怖吧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之路 当然不是为他的侵略行为洗白啊 那么这个被毁灭的下场 无疑是咎由自取 但是今天的我们除了嘲笑 唾弃和谴责 更要明白一个道理 一个国家要生存要发展 不仅要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更要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 构成社会的基石 是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 一个强大富裕文明的国家 必然需要一批成熟的国民 才能造就 而如何在重大危机面前 始终保持冷静 避免极端化 对于全人来说 都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 就像良好的生态环境 必然要伴随物种的多样性一样 大到人类社会 一个国家 小到一个组织 也需要包容性和多样性 内部要有制约和平衡 才不至于走上疯狂的 共同毁灭的不归路 所以让我们都成为 理智而成熟的共鸣吧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的节目 请继续关注 和我一起洞察世界 请继续关注 请继续关注 请继续关注